纪录片《西谷中国人》的导演张慈是弯曲人 这次的新冠状病毒疫情 也让他了解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例如1月底的一天 他坐Uber去旧金山市中心 原本不大跟司机聊天的他 因为司机样貌很像南韩一位男明星 就跟司机聊了起来 我就是你是不是韩国人 结果他很生气 他说我凭什么是韩国人 我是密度人 他说你看我像韩国人 他说就然后反正就是就扯起来 扯起来了以后 他就说我一辈子没有听说过武汉 但现在我知道中国一个大城市叫武汉 这个武汉他说现在很有名 就是因为那里发生了一个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另外张慈的先生是美国白人 结婚30年去过中国无数次 但也不知道武汉这个城市 也是因为这次疫情才知道武汉 从来不会带他去武汉 也不可能跟他专门讲武汉 那武汉也没什么好讲的 但武汉有很光辉的历史 武汉是一个不得了的城市 它的历史我是很知道的 但是我不可能跟我形成 平平不顾讲武汉和它的历史 对不对 大年初一 张慈在整个湾区寻找口罩 去了Target Office Depot Home Depot CVS Walgreens 都已被抢购一空 有店员告诉他 来买口罩的都是华人 在中国你如果不戴口罩 你是进不了小区的 对吧 你不戴口罩的话 会被就是执法人员给抓起来的 但是在美国你戴口罩的话 人家会非常的警惕 然后非常小心地避开你 旧金山农历新年大游行当日 有美国白人朋友 从东岸宾夕法尼亚州来 旧金山探访张慈 他准备了九个口罩 发给每位客人 What is this 然后开半天 想半天 然后扯开也不知道 怎么挂怎么弄 没见过 然后我教他们 就示范了一下 他们戴上去以后 哈哈大笑 互相拍照 拍完了以后 就扔到垃圾里去了 就很自然的 我都来不及阻止 我辛辛苦苦搞来 九个口罩 可以悬负用的口罩 就扔垃圾里去了 目前临时在湾区工作的严俊 二月初从上海回美国的时候 有朋友送了他十个口罩 他说现在过节 已经不送红包了 口罩是奢侈品 他你既然要去美国 给你十个口罩 他你一定要戴好 那我想哦 是啊 我倒如果再去咳嗽 大家会非常反感 我要戴着口罩 实际上我一进关的时候 我就发现没有多少人戴口罩 但是我在飞机上十几个小时 是全程戴口罩的 我一进关过了海关 我就把口罩拿掉了 严俊说 中国人戴口罩是担心别人 会把病毒传给自己 而美国人戴口罩 是生病的人 不想把病毒传给别人 所以这次新冠状病毒疫情 让他了解了中美两国人 在戴口罩方面的差异 二十六台记者 梁秋玉采访报道 梁秋玉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